国庆日深夜 高雄丽雅区传出了斗欧冲突 当时一米流星男子疑似跟另外一位轿车驾驶爆发了行车纠纷 证明驾驶遭对方多人殴打 甚至被戾气划伤 另外在小港区则是有两派人马原本在海鲜餐厅用餐 几杯黄汤下渡之后 一言不合 爆发全五行 警方到场之后 强势使用辣椒水才制止这起冲突 伤痕累累 男子全身是血 躺在单架上紧急被送医治疗 追到那边去 所有警方也在男子的轿车上仔细查看 这是被害人究竟发生什么事 原来稍早前他疑似行车纠纷 遭人殴打 对方下车直棍棒以及力气朝他殴打 国庆日深夜不平静 晚间十一点多 高雄丽雅区三多一路汉长街 传出斗欧冲突 当时证明刘姓男子疑似跟一波黑色轿车爆发行车纠纷 驾驶尽遭对方多人殴打 甚至被力气化伤 造成他背部有一些撕裂伤 身体多处的差错伤 目前警方正全力追砌 另外在小港区也发生打架冲突 起来 蹲着就好了 蹲着就好了 警方到场将闹示男子强势压制 今天请他闯着 不只将当事人逮捕 一干人等也全被带回警局 原来烧岛前两派人马喝完酒上演全武航 这才遭逮回 事发在11号凌晨2点多 小港区红平路的海鲜餐厅 蔡兴跟王姓男子两人互不认识 因为言语不合 爆发推己冲突 过程中警方还使用辣椒水实施强制作为 远警在场制止无效 使用辣椒水避免这个冲突 机密扩大 国庆廉假几杯黄汤下肚庆祝 没想到一言不合 互打互殴 现在全都狼狈禁警局 借谢凯 王秀成 柯晨浩 高报导